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我今天会谈一个我们通常都不会谈的主题 但是我因为有神父的身份,有资格,而且有必要要谈这个 今天要谈什么是爱 而且在现在的世界,我们正常是完全颠倒这些概念 当然有一个腐败的了解,就是最糟糕的就是肉体的爱 就是叫爱,就是我根本不要谈这个 我今天要谈我们通常会误以为一些行为或者一些表现 我们会认为它是爱,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可能是爱,但是不是基督徒的爱 爱这个概念就是很广泛 我们现在的世界,耶稣他也说几乎不会有什么真正的爱 所以人,但是他很缺乏,很需要 他需要别人关心他,他需要爱的力量 不然他会真的没有意义 像我很多的自杀就是因为失恋或者是孤单 等等,就是很多的忧郁等等 就是因为缺这个 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今天也是最希望可以分享的就是一个 一种精赏,就是把一个自由派的一种爱 带来,带来,代替真正的基督徒的爱 这个我说终于的,终极的目标,今天是要谈这个 但是为了了解这个,我们首先要 要发现就是现在的这种冷酷的世界 每个人都是为了自己,都长很自私 很表面的,就是 就是人很很会表演 他是朋友啊,或者他是很客气 或者他是一个很关心你等等 然后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 从小养想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自己会分不清楚 哪里是我关心一个人,哪里是我表演 哪里是我自私,哪里我不是自私 我们今天就是,而且 通常都不会讨论这个事情 我们要知道就是真正的态度 我们大部分的人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就是自私 就是不在乎别人 我们也是有内战 我们很多国家 有内战 就是互相杀弟兄 因为某一些政治的东西 也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财产 就是 也不是因为自己家人 就是为了某一些观点 就是互相杀来杀去 那现在 我们有这些背景 以后 我们会因为 哦 就是你是好棒的人 我就爱你 我们不要 不要自我欺骗 几乎没有这回事 就是 突然 突然间就是 爱所有的人 昨天杀了 今天爱他们 所以我们要知道 这个世界就是很冷酷的 所以 对这种 比较冷淡的 冷酷的 自私的世界 关闭的 每个人就是一个宝雷 一个关闭的 宝雷 我们要打破它 一个反动 就是一个自由主义 这个是我首先谈 所以这个自由主义 会说 哦 根本 就是要 很积极 就是要 爱所有的人 呃 然后 呃 他们做什么 什么罪 要尽量做 因为他就是 要自由 呃 然后 不要有什么 呃 这个 呃 制度 就是搞底 我们反对 这些 就是没有没有任何的 都是要很平等 所以小朋友 大人等等 就是完全 不需要 呃 这种上下关系 不要 尊重 呃 这个 就是要 一群 这样 跑来跑去 像一下 像这个 呃 动物 他们没有 没有区分 所以 呃 然后 这个就是说 哦 那这个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现在爱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跟那种 有秩序 有那些很严厉的 规则的那种 冷酷的 呃 世界是不一样 要 我们要反对 要推翻 那种 呃 所以会有这种 自由主义的那种精神 呃 所以对这个我有些 一些经验 一些看到 呃 我知道 这种 呃 这种 呃 呃 经验它是 呃 一个伤口 这个伤口 不是那么容易 呃 治愈 我们现在 呃 呃 大部分的民族 有这个伤口以后 我们要治愈 其实问题 大部分人 不要治愈它 好 然后 我们就先区分 三种爱 好不好 我们有区分三种 一个是 人的 爱 就是 每个人 他是神所造的 所以他的心 就是 是 是有 爱的 一个能力 呃 我们会爱自己的父母 父母会爱孩子 我们会 呃 形成一些友谊 有一些朋友 我们也是 其实真的就是 会关心他们 爱他们 呃 我们会有 对一些 曾经做一些善事 一些恩待我们的人 我们对他们有 会会有一个 一个情感 他们曾经帮助我们 呃 这个都是很自然的 呃 呃 呃 自然的爱 所以 呃 我们就是要 要知道 这个又不是 嗯 就是他 不一定是坏的 这个我们 他通常 呃 他通常 跟基督徒的爱 可以一起存在的 有时候 偶尔 会有一些 一些矛盾 因为 一般 自然的爱 就是 彼得 他说 耶稣你不要 呃 上去他们会杀你 呃 他说 你反对神的计划 你现在反对了 你是撒旦 因为你反对神的计划 你想的是人的事情 不是神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 这个人的自然的爱 会有一些矛盾 但是不一定会有 我们就是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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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性 要首先基督徒的爱 在属于他 在他的下面 就是人的爱 好 呃 呃 如果有重突 就是以基督徒的爱为主 好 但是比较多见的 现在就是一种 呃 情绪性的爱 情绪性的爱 呃 什么叫情绪性的爱 就是 呃 他是一种赝品 他是一个假的爱 他会 呃 他会 呃 比如说 送很多的东西 给小朋友 就是 呃 其实 呃 你不是真的爱一个小朋友 你就是 你的价值观是错 首先你的价值观是错的 你认为你多给他 会比较好 这个是错误的价值观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会呃 自己 还有一个 呃 骄傲 还有一个 自己欣赏 自己的情绪 这个就是一个情绪主义 的一个现象 呃 这种情绪主义的爱 它很多的表面的 所以 所以很多送东西 或是 特别 呃 多做一些 一些一些帮忙 呃 他会有自己自己 欣赏自己的情绪 他会有一种 呃 假设 事情 没有像你 打算的 顺利 你会很 生气 这种表现 这种现象 所以 你就会讨厌那些 打破你的计划的人 然后 他会是一个封闭的 你会完全就是集中在一个人 然后 你要对他做的 他是一个很没有自由性的 他是一个很很有疾病的 那种爱 狭隘的 然后他也是通常都反对一些秩序 就是一些 呃 传统的 比如说 呃 父母 有权利在孩子之上 等等 呃 这些 呃 他都会说 都平等 都是 所以 他是一个反叹 一个反驳 一个 所以他会说 哦 大家都一样 大家都一样 他特别喜欢 呃 这个 呃 他特别强调 不健康的强调 不是因为我们都在基督 都是 呃 一起的人 而是 他就是要打破 所有的秩序 好 所以 呃 这些情绪性的爱 呃 呃 我们 呃 我们 在圣经 在地马太后书 第三章第五节 也看到就是 呃 呃 呃 会有人 他们假装 是善良的 其实 没有善良的力量 在里面 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表现上 呃 假装 就是基督徒 接受 所有的基督徒信仰的东西等等 但是 因为 没有按照 神的 见命去 做事 他们根本没有 这个信仰的力量 所以 呃 说 哦 我们就是基督徒 教会 应该怎样 怎样 我们要多爱别人 怎样 怎样 呃 然后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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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种 呃 所谓的爱 它会 就是 变成那种 情绪性的爱 我刚才讲的 它会有很多的表面上的一些东西 很多话 但是 它的结果 它的果实 会是 对教会 迫害性的 呃 我带一个比喻 就是 呃 我们 常常 我们知道 就是父亲的爱跟 母亲的爱 是不一样 呃 大部分的孩子 不太 呃 不太能够了解 父亲的爱 就是会觉得父亲都比较凶 他都比较 嗯 不会送他 那么多东西 不会一直做事情帮忙 等等 呃 所以他其实会稍微 呃 比较喜欢妈妈 呃 妈妈 一直照顾他 啊 神的爱 他比较像父亲的爱 父亲的爱是怎么样子的 嗯 父亲的爱他 呃 比较会 呃 会看一个 呃 呃 这个小朋友的 呃 一个 终极的 善 是什么 就是 他的人格 修养 会是怎么样子 妈妈的爱 比较没有那么 呃 理性主义 他比较不会 呃 呃 不会那么的 呃 思考 呃 后面长大以后 他会变成什么人格 他会 现在 他的心是 完全打开现在 呃 他是不是吃饱了 他是不是穿得暖 他是不是 呃 就是 各方面 健康等等 呃 妈妈 呃 这个当然是 比较而已 这个不是说是 完全是这样子 呃 呃 所以 母亲的爱 他是 呃 他是 他是不一样 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爱 他是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两种都有 我们 可以 比较懂 妈妈的爱 我们可以比较 我们比较 比较难去懂 那种 神的 那种 父亲式的 那种爱 就是 他打你 他 感觉不到 他 呃 他怎么爱你 但是 是最后 可能我们 已经是 呃 在天国上 我们才会 呃 懂得一些 神在我们 生命当中 所做的事情 呃 所以 呃 因为这样子 就很多人 开始不信任神 开始 会觉得 他们根本不爱你 因为这样子 魔鬼也比较容易欺骗 说 哦 你看 这是他八道的 他就是那个凶猛的 就是我们现在 要要 要反对那个世界 它是很冷酷的 很 很 邪恶的 哦 他就是那样子 但是就是冷酷 他不爱你 他是 比较凶 他比较 那个严厉 对 他不是真的爱你 所以魔鬼 撒旦就是这么的 欺骗人 我们要知道 这个 撒旦的逻辑 我们也是要 呃 学习 呃 基督徒的 爱 基督徒的爱 他也有一点 比较像 父亲的爱 所以他当然也有 母亲 呃 这个特质 呃 呃 他跟父亲 母亲的爱的不一样的地方 是在于 他的出发点 是对基督的爱 那对基督的爱 他是完全忘记自己 完全把自己牺牲 然后 他的一个 目标 就是救恩 跟永生 所以 呃 呃 呃 他就是会 以福音的精神 而出发 然后 他会 呃 很不自私 他会 呃 有很多的 呃 你看不到的 呃 呃 行为 就是 他是 呃 会是 呃 呃 有一些 呃 事情 做 做一些事情 都是就是爱而已 但是 那些事情 通常 你会 看不到 意识不到 发现不到 呃 所以 呃 基督的爱 常常是这样子 所以 呃 呃 他是从 善 所以 终极的善 出发 所以 他的父亲的一面 就是在这里 呃 属灵的善 是什么 属灵的善 是什么 是人的救恩 但是这个人本身 会 不懂 他的救恩 是什么 所以他不会 感谢 他不会觉得 你真的爱他 比如说 太太就是 喜欢 呃 都是你送戒指给他 或是送东西给他 他认为 这个才是爱 你的爱 但是你认为 其实这个会 呃 呃 让他个性 比方更 更 更 更不对 跟那个 贪 呃 跟虚荣 跟假 等等 呃 所以其实你不会 一直送 戒指给他 那他就说 你不爱我啊 是不是真的 不爱他 不见得 但是 你 呃 爱的标准不一样 所以 呃 我们就是要 知道 这些 呃 呃 我们 要知道 为什么 会有一种虚假的 呃 那个 呃 爱的赝品 在情绪性的爱 在教会里面 呃 就是 一个原因 我已经讲了 就是这个冷酷的事情 我们要反驳他 我们就是要不一样 我们不是真的 就是跟基督在一起 我们就是为了反驳 反驳 所以 会有 有那种迫害性的 呃 那种 自由主义 呃 呃 叛逆 叛逆性的 不健康的 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在于 呃 人 缺乏 真正的爱 他会找个赝品 就是 假设你在这个冷酷的时期 然后你 你就是 知道 别人没有爱 你自己也没有爱 呃 都是那个样子 你会 觉得 哦 那我要有爱 你 你会 使用的是一个赝品 如果没有 走一个金康的属灵生活 就是 找不到真实的上帝 会有一个赝品 怎么 什么赝品 就是 呃 比如说你跟太太关系不好 你会找个 一个替代品 就是 我也建议 你跟老板关系不好 你也会 找个替代品 一个 一个别的 别的老板 你不会觉得 哦 我要经历关系 你说 哦 我要换 我要走 就是 通奸的精神在这里 我不爱你自己的国家 我一直想 哦 别的国家 我要 是不是要 要 要 就是 那种 找一种赝品 的精神 你 你 没有人 爱你 跟你互动 你找个动物 就是一个替代 你缺乏的 为什么 呃 这个 呃 就是 你 找个别的 比例家 教会 这个又是 找一个替代品 一样的精神 就是 你没有 发现真正的爱是 是怎样子的 你缺乏这个爱 在你的心中 你就是要 有一些赝品 所以这个自由主义的那种情绪性的那种爱 变成你的一种赝品 然后你就是会用这个来表习 来安慰自己 我就是爱 所以现在这个经常进入到教会 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要好好的反省 自己不要走 这个条路 然后 一定要有一个分辨 然后要 请主 教我 开自己的心 改变自己的心 让他不自私 让他充满 基督来的爱 爱你 神祝福